上回说到我们的男主 一个看似废材的超级献冲伦理军 聚集了超级豪华的阵容 准备制作一个超级厉害的 令人心跳加速的Gail Game 制作阵容有黑唱直 绝姐负责剧本 双卖位败全负责原画 青梅竹马表姐负责BGM 家童慧负责棒棒毒的卖谋 话说 你这样吐槽这个作品的女主角真的好吗 小新第二天早上起来 发现家门口已经被家童慧粉丝的刀片堆满了 总之 就是这样 他们的游戏已经成功做出了第一条路线 啊 剧本终于写完了 喂 费财男主角拉击伦理制作人君 按照当初皮歪交易的约定 是否让我爽一发了吧 好的 按照约定 周六早上十点钟我会在老地方等你 再干完了约定的事情 约定的事情 只是在初恋看出陪学姐逛街而已啊 请不要用这种令人误会的语气解说啊 两人来到了一家餐厅里商讨社团 接下来活动的展开 继姐表示自己已经是一个高三三连级的学生了 马上就要面临升学的问题 还有连着的小说要写 可能最后会比较少去社团里了 这个时候就提起了一个很早很早很早之前的设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学姐是每次考试都稳居学校第一的隐藏学霸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提升学的事情担心啊 不仅拿到了推荐名额 并且一拿就是两个 看看别人的高三 又是做游戏又是写小说 还可以推荐入学 是不是感觉自己的高中三连都白读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一所学校是外省的实力名校 一所学校是本地的普通大学 伦理军 你想让我选哪一所呢 当然是留在这里啊 这样学习大学之后 我们也可以继续做游戏 我喜欢和学姐PY交易 那么这个交给你了 这是什么 这是可以打开任何通往圣经的传奇钥匙 你可以跟我死一百遍之后再回来吗 这是我们游戏最新路线的新剧情 跟之前写的剧情会导向完全不同的结局 要采用哪一个全干伦理军你哦 这莫非是传说中Galgame的路线终极选项 这个时候要慎重 千万不要因为图意识的爽快 而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路线 我们来好好地思考一下 学姐给男主的两个结局的剧本分别是这样的 一个是之前游戏的路线 中间的前世情缘和现世寻离幸福的生活下去 另一条路线也是最新的路线 其实前世姐弟恋的情节得到了最大的放大 男主和并交妹妹只为了两人之间的幸福而活 这两条路线已经暗示得很明显了 妹妹线指的即是学姐线 现世线指的即是家藤线 诶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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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选项呢 鬼 这个游戏里没有败全的选项 那么 来吧 选A 学姐措手可得 选B 带走家藤 即日可待 少年 究竟是要选A 还是B 做出你的选择吧 我选A&B&C&D 大家一起幸福快乐生活的大团圆 少年你的野心不小啊 竟然想要坐地开后宫 哼 你这就不懂了吧 这其实是一个死亡flag 这种青春恋啊 Gal选A选B都是一样的 是实局 只有我这种越Gal无数的游戏之神 才能看破迷雾 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好吧 我们还是一一来解说 男主审愿了学姐的剧本之后 发现两个结局都非常的完美 一个是非常壮大的结局 一个是清新快乐的结局 不管哪个结局 男主都非常的喜欢 不实际上玩一玩 无法做出决断 这个时候身为本周的女主角 这个原型的小慧提到 那就实际玩一玩再决定吧 于是男主联系的纸毛 坑骗了乐队四个妹子 加上小慧 周末连夜在男主家里 做游戏脚本输入台词 直到如今 我绝对不会再吐槽 这一蓝多履共处一室 有何不妥了 在试玩过后 男主做出的选择是 这根本就是烂错 原来男主不仅没有做出选择 而是针对学姐剧本 太过于小说文学化的语言 和教授们的语言环境脱节 需要修改剧本 并且哪一条路线都不选 反而还要开创第三条大团圆路线 将三条路线并存 于是来到了我们上述所说的画面 在恋爱和创作 受到男主双重打击的学姐 伤心丧气之下 和男主大吵了一架 但是最终还是发展为了 在男主家里两人连夜修改剧本 度过了心跳刺激的48小时 这两人在做48小时之内 除了写剧本之外都做了啥 我是不会说的 想看的话就去补翻吧 所以说好不容易修正好的剧本 另一方面给原画师的败犬 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 加上来自情敌间画师的 学妹小红的决战的压力 导致败犬进一步的提高了 自己对作画的要求 可谓是外界和内界的双重压力 于是败犬就画不出来了 于是男主的社团的原画师 开始脱稿了 并且直到印刷的最后一天 都待在外地的别墅里寻找灵感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败犬完成了坐花飞跃般的进步 并完成了原稿 但是却病倒在了别墅里 而没有将邮件发给男主 男主在完成作品和照顾病人两者之间 最终放弃了在冬季漫展上发售正式版 而赶去纳须高远败犬的别墅照看病人 得知男主因为照顾自己 还放弃了按时印刷 影响冬季漫展售卖的败犬 大哭了一场 但由霞尸子和Egoist Lily 联手的三路线Gail Game 还是在冬季漫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并且在后续的售卖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道主为主 男主的社团Blessing Software 第一款Gail Game制作完成 当男主还沉浸在游戏成功的喜悦之时 小慧突如其来的生气 给正在信头上的男主泼了一盆冷水 因为尽管小慧一再和男主说 遇到困难的时候 来找我帮忙 男主还是选择了一个人决策 让小慧有一种信任被辜负 没有被真正当成朋友的失落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部动漫开播以来 小慧终于展现了一把正气的傲娇 这着实让老夫很欣慰啊 我生气了 而且是劝不好的那种 这时候一过就是一个多月 转眼也到了奇人节 开选一大早 学姐和拜全两人就来抢戏份 虽连红毛学妹都委托红毛哥哥 给男主送巧克力刷一波存在感 可是家童仍然没有原谅男主 晚上男主玩着社团制作的游戏 回忆起来和家童做游戏的点点滴滴 而流下了痛苦的泪水 并决心以家童为原型再做一款Gail Game 这次要回到当初制作游戏的原点 剧情捕捉过得夸张 而与驴主角的可爱作为卖点 第二天男主霸道地把家童同学拉到了放映室 关上了放映室的大门 做了一些引人误会的事情 不过最终只是向家童解释自己的游戏 第二期的新企画 并且再次邀请家童为自己的游戏做驴主角 你做你的游戏 并不一定要纠结于我做驴主角啊 话说驴主角原型这个职位 怎么都有点意味不明 对不起家童 但是其实你比起我来说 更喜欢Black Six of the Wild 对吧 要不然你为什么会对我如此的生气呢 然后驴主角就原谅男主了 你早这么做不就完了 和好之后 小慧马上提出了要去男主家里睡觉 商量一下社团下一步的事情 为了学姐和拜权同意继续留在社团里 男主和小慧当晚就下一步游戏企画 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讨 但其实本质是展现家童的正气力 第二天男主来写好的企画书给学姐看 学姐看了之后表示 嗯 很好 很不错 终于不是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给我的三行情书了 我确实感到你的诚意了 你确实有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东西 但是已经有致命游戏公司邀请我和拜权去做RPG游戏了 致命到我们都拒绝不了的那种 所以 对不起了 突然出现抢夺男主社团两大主席是 露尖露尽的制作人 红版朱英 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 最终幻想的制作人对你说 走起 来帮我做游戏吧 但是即使这样 也避免不了给蓝主和蓝主所在的社团重大的打击 小卫为了帮蓝主打击带着蓝主再次约会 并在上坡的版道再现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 鼓励蓝主不要放弃游戏制作 在学姐和拜权离去的前一天 蓝主赶到伙食站送别了两人 稀罪学期 红毛学妹升学到了蓝主的高中 蓝主制作游戏的道路还未结束 至此 路人女主的养成方法第二季完结 啊 真的是感动死我了 下面来简单的聊聊 我看完了路人女主第二季的感想 这部动漫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仅仅是作画好看的 轻改后宫动漫而已 然而我错了 它有着远超其他轻改后宫动漫的强大的实力 在轻改后宫动漫里面 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就剧情方面来说 路人女主的养成方法的剧情十分的平淡 没有花哨的超能力 跪圈真乱 穿越轮回 只是一个高中宅引领一群高中生做游戏的故事 简单到我用一句话都能概括 一个宅栏 剧情的一群宅女现中制作了一部Gail Game 有可能接下来还要做第二部 这种平淡的剧情让我在写稿子的时候 很是纠结了重点要把笔墨放在哪个地方 但是这部作品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它能用十分普通的日常题材 做出了超级有趣的故事 黑墙词并交 金发双门尾 七妹竹马 学妹 这些可以说是Gail Game般固有套路的人设 却每一个每一个都散发出了鲜活的个人魅力 黑墙词可以有很多 但是学姐只有一个 双门尾可以有很多 但是败犬只有一个 他们各自各自都有着这部作品独特的人物气质 剧情方面也是一样 明明只是非常普通的任何作品都可以用的剧情 但是在玩户老贼的笔下却变得格外的有趣 这一点就像动漫中的主角想要做的游戏一样 做普通的游戏 用女主角的可爱程度取胜 不论是作品中充斥着的官方的吐槽恶搞 还是玩户老贼设置的笑点 都是很多清改动漫达不到的水准 像这种能够全片都充斥着官方吐槽让人欢笑 又不让人出戏的作品 我看过的也只有路人了 另外玩户老贼设置的一些笑点 加战在角色的日常生活中非常的厉害 这段时间不论我反复的看多少遍 在看到一些对话的时候 仍然忍不住垂胸顿足 不仅如此 在我二刷三刷的时候也会发现 或者理解一些之前没有看得多梗 或者根本没有理解的地方 而让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充满了乐趣 所以对于这部作品而言 与其说是作品的剧情吸引了我 倒不是说是因为作品中的角色们本身很有趣 而导致他们周围发生的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充满了乐趣 当然我认为也不能全把功劳丢给玩户 所有我们吐槽了这么久 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我认为路人女主的养成方法 是不会过时的吐槽教科书 因为这部作品是靠角色们的魅力吸引人的 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时常会担心自己的解说 能不能传达这部作品的欢乐程度的万分之一给大家 我认为是不能的 原作比我所讲的要有趣的多 这是一部不打开看就不能体会其乐趣的动漫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这部作品的内容 看了两季 这部作品给我震撼最大的是角色们的成长 毫无疑问这部作品的每个角色都在成长 这是令我很吃惊的 我们可以在观看的时候通过一点点的细节 看到角色们一点点的成长 绝对不是靠嘴顿开一开 光环开一开的成长 而是在我们可以感觉到的 却又一不经意就会忽略的成长 当我们注意到的时候会惊讶地发现 原来它已经这么厉害了 这是很多动漫都无法做到的 加上这还是一部满篇都是吐槽的作品 就更令我惊讶了 举个例子 作为女主角的家童在第一阵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主角力的 不管是声优的棒棒毒 还是其不争不抢 不生气不吃醋的态度 都让人为这个女主角有点担心 但是随着固执的展开 我们发现家童这个人 其实情商可高的嘛 而且有一点点小腹黑 更进一步发现家童也会生气 也会吃醋 也会流泪 不知不觉已经有了女主角的样子了 再来就是学姐和半选辈挖墙的事件 说真的 我一直都不认为他们两个会被挖墙脚挖走 因为欢乐校园恋爱喜剧这个固有的印象 令我相信他们肯定会选择蓝组的 所以直到当大红来挖墙脚的时候 我都是抱着 我就笑笑 笑看打脸的态度在看 直到最后一秒 我都是如此认为的 但是 当学姐和败犬决定退出社长的那一刻 我彻底的震惊了 那种本应该是自己的东西 突然被强主的不甘以吃醋 充斥着我的内心 这一刻我也更能理解蓝组当时的心情 这和海贼王陆飞他们修炼两年 妖精的尾巴修炼期间不是同一个概念 在这个世界是真真正正的时间 每一个阶段的时间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 高中的时间 大学的时间 和不一样的人度过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 以后的时间不会和现在的时间一样 这种本来欢乐的故事突然现实一把 着实把我吓到了 但是转身一想 这可是玩户老贼啊 白学老祖啊 我为什么会认为他不敢写出这样的剧情 所以我也就释然了 也确实蓝组作为制作人不如大红成熟 需要独立锻炼的空间 学姐和拜全也需要上升的空间 对于三人来说 暂时的分开是为了更好相聚 只可惜骗了我们观众一把泪水 这一段剧情是迎来高超前的铺垫 以使角色们在制作游戏道路上真正成长的开始 然而 恭喜路人驴水角完结了 第三届也许遥遥无期呢 说到这里 有的观众可能觉得 UP主大催特催 是不是和动漫公司有什么PY交易 共有胜的 有些尊贵的原作党 这个时候就要跳出来批评一顿剧情 这剧情改的什么鬼 所以第一点 UP主绝对和动漫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接下来我就要讲一讲这部动漫的一些缺点 对于第二点 我也是无言以对 不管是原作 还是动漫的系列构成 都是里面的玩户老贼负责的 老贼爱怎么改就怎么改 反正是他自己的作品 原作党开本之前 请务必看好友军 UP主我是没有看过原作的 但是就动漫而言 我觉得已经足够有趣了 第二句最后那个结尾 如果想做第三季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上的 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这部作品的缺点 这部作品在看第一面的时候 很容易让人抓不住重点 因为不管是开头结尾 还是预告都充斥着大量的吐槽 更有胜者 有的回事还是只有两个角色对话一整集 没错我说的就是第二季小会和蓝组的对手戏 松刚本人也吐槽 那一季他们录了五个小时 还是他们做声优的第一次 虽然大量的吐槽很容易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而忘掉剧情到底竞争到哪了 我看第一面的时候就经常感觉 自己有露天要一记的错觉 再来就是这部作品对刚入门的观众来说 极其的不友好 对于没有接触过二次元 或者压根就没有玩过girl game的观众来说 作品中大部分的梗和吐槽 他们是看不懂的 甚至有可能直接在对话的海洋中失去兴趣 第三 这部作品对于音响党来说极其的不友好 对于喜欢在客厅里看着电视大屏幕看的观众来说 就比如说我 我实在是无法对妈妈解释 这是一部单纯的恋爱校园翻 第四 这部作品对身体不好的人极其不友好 但是对于我这种双手放在键盘上的人来说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了 本期节目就聊到这里 心头剪辑时候的我三秒钟吧 喜欢这类型影片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和哔哩哔哩 这个星期我们就不玩什么按赞更新的游戏了 稍微的休息一下 但是 我知道你们都非常喜欢给UP的按赞和收藏呢 还在犹豫什么呢